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那個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過去五年的 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流失得真是很嚴重的 你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先不要來的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先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就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地道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 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了這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 門徒公義的第七十一集 繼續有我Harvey 和Earns 大家好 Earns 你好嗎 好多了 剛才吃麥當勞的時候 就馬上吃薯條 好多吃麥當勞 吃麥當勞嗎 好啊 麥當勞 沒什麼益 暫不中吃一下 還被中資收購了 真的沒什麼益 是啊 會吃少一點 絕情 好 今天我們第一節 首先講些什麼呢 首先講上個星期五 很多人關注一個判刑 就是上年初二 這個旺角衝突事件 那三位的疑事 首次因為暴動罪 罪成堅持判刑了 三年 好長啊 三年 你怎麼看 他們三個其實兩個都是學生 一位都是有正職在身 其實這個判決三年來講 非常之長 特別對他們來說 因為都很大的影響 沒錯 還有在做廚師那位 原來是他爸爸來的 好像還有個小弟哥很小 嘩 即影響了家庭 對 很慘 在做學生的 可能那個學業前途都會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是啊 所以現在都知道他們就上訴 上訴 但是這個始終都是首次 暴動罪的判刑 是的 其實在過去那個 over這個weekend 我們在網上看到 其實很多人都會同情這三位的疑事 是的 因為大家 都知道這個 旺角衝突 其實最主要要問責的 其實應該是警方 要問責的 其實就是政府 是的 官逼就先民犯 是的 很多人都為他們感到一些異憤 即不值 覺得不值 但是 我在網上也看到一些很奇怪的評論 什麼叫很奇怪的評論 即是 他們有一些政見 我們不是說藍絲 不是說藍絲 不是說藍絲 藍絲 還是說 該死 那些不用說 我們知道他們會說什麼 但那些不是藍絲 那些不是藍絲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這三個疑事現在被判的人 最需要負責任就是煽動他們的人 即是教唆他們的人 誰教他們 主張很勇武 那些勇武教的教主 這樣說嗎 是的 你沒有看過嗎 聽過 聽過 有幾個節目都這樣做 多點上網看 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一種 所謂現在這三個議事 或者其他在旺角的衝突當中 被捕 或者受傷的人 都是被人所謂的教唆 所謂是被擁武的主張去煽動 其實我覺得是對這批議事 極大的侮辱來的 即是根本看不起他們 即是他們 他們又不是不懂得想的 是的 雖然說 這幾個人 例如今次那個學生 密子希二十歲 或者那個女學生 很多報道的那個女學生 二十三歲 雖然他們是年輕 但是都是成年 都是成年 20歲 二十幾歲 甚至那個 那個有壽哥那個 都33 33歲 都是成年人 即是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即是他們自己 都是為自己的行為去負責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 這一種的 因為這件事 想乘機去攻擊自己的政敵 但這種主張 其實是對於 旺角這批議事 是一個很大的毫目 即是很可恥的 是的 即是你不要乘機抽水 你不要乘機抽水 以及剛才提過 這幾個 這三位的議事 他們都不認罪 即是他們審頌期間是不認罪 所以現在正在排期 排在上訴 對 排在上訴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說 喂 任何這些議事 他們被人教唆的 他們被人是所謂煽動的 即是我們不要說這些 即是我說這些 其實就是對於他們 一個很大的侮辱 是的 即是一個很大的侮辱感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深刻的感受呢 其實之前我也提過 其實我們門徒裡面 我們也有一個同工 其實他也是被控了這個暴動罪 是的 名字就不要說了 真的不要說名字了 大概五月左右就會開庭 我今天也跟他交流過溝通過 因為星期五看到 三個人一樣是被控暴動罪 判了三年 很重的 所以我就開始有點擔心 他會不會都是差不多 是的 會不會呢 他會不會這樣呢 我跟他說了 他就說不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有一個人證 他找到一個證人 可以充分去解釋 為什麼當時他會在現場 是的 他就說不擔心 是的 這個同工呢 詳細就不要說了 他很早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隊 是的 很知心 很知心 比你更知心 是的 他平時比較沉默 但是他做事很負責任 是的 很認真 很認真 例如我交通過他的工作 他就一定會完成 是的 就算假如有什麼問題 他一定會跟你單聲說 真的不行 是 真的很難得 是的 你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不行 沒有了影 即是放飛機 即是說也不說 是的 到你要問他交貨的時候 他 咦 你完成了沒有 是嗎 沒有 還可以 是這樣的 是的 他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弟兄 是 一個很有責任心 他都說不害怕的 因為都找了一個證人 亦都有信心 即是有八成的機會 覺得自己可以有一個勝算 嗯 勝算 我都今天跟他講 無論那個判決 結果是怎樣都好 他都永遠是我們的一份子 是的 因為其實 我想我以前也講過 我們是非常感到驕傲的 是的 我們門徒 即是作為一個激動改革派 去參與這個社會 或者為公義去發聲 即是 在我們組織裏面 能夠有一個同工 即是在旺角的衝突裏面 雖然我相信他 不是實際上去參與這個暴動 他自己也是這樣說 就算他是被控這個暴動罪 即是 我都覺得是一個驕傲 沒錯 即是有時候 我們參與一些社會的運動 或者去到前線 說真的會發生什麼事 真的不知道 我們當然希望要安全 即是著重人生的安全 但有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沒有辦法預計 所以我覺得 我感覺到驕傲 不要說 基督徒被控告 暴動罪 是羞恥 不是 或者不是 至少在我的眼中 或者在我們門徒眼中 這個絕對對 不是一個抽齒 這個絕對是一個驕傲 我覺得 即是唯義受迫伯 我們叫做 唯義受迫伯 沒錯 所以我也跟他批評了 無論結果是怎樣 他永遠都是我們的一份子 沒錯 我們都約好了 只要他勝了數 他會更快歸 從回來一起服事 沒錯 沒錯 為什麼會突然間有敢而發想 說這件事呢 為什麼有敢而發想 說這件事呢 第一 一來就是因為 這個判決 一來就是這個判決 二來也是被我想起 我們現在推動的 特首選舉的 氣票 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 其實 今天這一集 出街是星期四 是 接下來三天的時間 就是這個特首的投票 沒錯 其實今集就是 特首選舉之前的 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現在都入席了 沒錯 我想說 在我們過去一個月裏 我們門同媒體 無論是在我們的報道 或者在節目裏 都很集中 去宣傳氣票這個理念 是啊 其實我想說 在過去一個月裏面 我們無論說 我們的網媒 或者我們的節目 那個瀏覽量 或者收聽量 是跌了很多的 是啊 除了跌之外 我都發覺 開始有些 有些批評 很多的攻擊 即是有些 標籤 標籤上來 都看到的 是啊 甚至乎 有時候我們去行動 你也有份去 我有啊 聽到啊 選委會 關仔那次 是的 都會有些 台下一些 其他選委 或一些 觀眾 即是有些 不同的意見 甚至反對 是啊 是啊 你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其實我們都 看過一些 坊間不同的民調 你會發覺到 其實會支持 所謂投白票 放你投票 不要投票的人 始終都是少數 大概 好像只有十幾% 一成左右 例如你看回 其實不是每個民調 都有一個選項 叫做投白票 我只看回一些 所謂投白票 或者不支持任何人 有這個選項的民調 例如民主黨 或者有一個 Hong Kong 即是李華明那個 做過的調查 那些有這個選項的民調 平均 你當有一成左右的人 是支持投氣票 或者白票 當然一些個別 一些個別界標的民調 例如社福界 即是邵家宗做那個 或者熱血時報 這些比較中部的 一些團體做的民調 就會高一些 可能二十幾 甚至到三十%的人 是啊 社福界那樣是二十幾 二十五% 是啊 差不多了 熱血時報那個 應該都是二十幾 有高有低 是的 那都是 你頂了 就是說 都是十幾至二十幾的人 會是支持 理解 要投氣票 這件事 但始終是少數 是少數 少數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月 當我們晚上的焦點 我們的報道節目 去講這個氣票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不喜歡 很多人不喜歡 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會是很明顯的 認真說 如果由一個經營傳媒的角度來講 我們應該一早要鎖 這個氣票的宣傳 或者要放棄這個主張 甚至乎要迎合主流的意見 嘩 薯片叔叔 沒錯 一起吃薯片 一起吃薯片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敢做呢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做 是堅持下去的 因為我每一次想起我們這位同工 和參與黃國衝突的議事 我一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今天 比起他們 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其實是不見了點讚 不見了一些瀏覽量 這些都是買不到的 對 相比起我們這位同工 他在過去一年 超過一年裡面 其實是擔驚受怕的 雖然被開庭 五月星開庭 但是一年以來 他都會擔心 萬一不幸運 輸了 你知道現在法庭 什麼都可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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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可以的 他會擔心 而且都會煩 就是經常都要去 上警署 去法庭 跟律師開會 精神上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會有影響 對 你看看 現在入獄的三個議事 講他們的學業 他們的前途 甚至他們的家庭 都會受到影響 都會受到影響 對 我想想 其實我們 相比他們來說 我們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讀者 沒有聽眾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相對來說 是沒有什麼的 是啊 我再想一下 為什麼他們 當然他們 要承擔 假如他們有做的時候 要承擔 我不是說 我們有做什麼 或沒有做什麼 我只是想說 一件事 他們都是負責人的人 他們為什麼要上街 為什麼他們 要參與 這個王國的衝突 其實說到尾 他們覺得 有些事情 就是要走出來的 看到一些不公道的事情 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就走出來 絕對要 是啊 他們應該會覺得 那些不公道的事情 就是要遇到犧牲的心態 是的 而你看見 那些三位的議事 就是現在 入獄三月 都已經要付出了 是付出了 是的 他們有原則 有立場 就是因為 為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願意去 走上街 願意去犧牲 說到尾 就是說 堅守自己相信的事情 要守好自己相信 他們覺得珍惜的事情 不要無端端妥協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他們覺得 算了 香港是這樣的 那晚 不如早點回家 第二天 坐二去拜年 就算了 這樣 可能他們就不用 好像 面對今天這個情況 他們可以這樣 他們絕對可以 隨時可以走 沒有人監視他們 要留在這裏 他們留在這裏 是因為他們覺得 自己需要在那一刻 留在這裏 要做些事情 而覺得 雖然 場面很混亂 很多警察 甚至 你記得有幾個 開槍 向天開槍 很危險 但他們都願意去 堅持的時候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理念 說到尾 就是為了自己 所相信 覺得正確 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想 到這點的時候 我也相信 我們那位同工 我不是說 他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不是說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 跟旺角這批議事一樣 大家都有一個心 為了我們香港 去堅重的事情 去走出來 要說一些需要說的事情 所以我想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 因為傳媒經營的角度 就不如放棄 繼續去趕氣 或者退縮一點 來如支持胡蘇 我覺得說不下 說不下 說不下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 絕對 其實 因為我真的相信 在這個時候 我們堅持 棄票這個立場 才是最正確 如果再長遠一點 放棄以後的抗爭來說 要堅守這個立場才是正確 我覺得 既然這樣的時候 少了點讚 少了點讚 就算了 沒有所謂 但最重要就是 要說回自己相信的事情 你說 有人罵 有人罵 就有人罵 沒有辦法 我們做節目 做那麼久 一樣有人罵 沒錯 我覺得 我們到這一刻 要繼續 今天是星期四 就是三天的選舉 我們真的要好好堅持 說回氣票 堅持氣票的立場 我覺得 先對得住 我們這位同工 也都先對得住 一批旺角的義士 真的會是 沒錯 所以 藉著這個機會 最後 這三天 我也想呼籲 聽這個節目的一些 基督徒 一些弟兄姊妹 能夠理解 支持我們 投氣票的呼籲 我們不是說 什麼都不做 不是說 放棄 剛剛相反 我們是想藉著 這麼鮮明的行動 告訴別人 告訴北京 告訴中央 我們連一個假的 即明知一個假的 小選舉 我們都不會接受 不會接受 我們是有一個抗爭的意識 我們依然沒有忘記 這個真普選 甚至乎 無論是旺角 甚至金鐘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隨時出來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 我們想告訴北京 的一個信息 而我們也相信 這個理念的香港人 是依然有的 是依然有的 是 最希望藉著一個選舉 去告訴別人 我們可以輸掉一個選舉 但我們不可以輸掉 我們的立場 是的 最後 呼籲那十位基督教選委 這個禮拜天 拿些勇氣出來 一起去投棄票 白票 或者撕了票 吃了票 還可以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 我叫劉日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席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其實也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無法作嚴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名《基督教選委》的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奏為虐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志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跡幹事 在這裡呼籲 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佈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 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 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然後我們基督徒應該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 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 投白票杯葛 大家好 我是散後基督徒 拍網行動的黎偉賢 如果你們又是 這麼幸運被抽到 成為基督教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智恆 我是尼迪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率先放棄特權 透過投白票 也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去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神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也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 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 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一次的投票 棄直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直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請訂閱 支持 咱們 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